兄弟们,我是东京潮流情报员,每周例行探店,带来第一首东京潮流资讯。 今天带兄弟们逛逛的,不是一家品牌的店铺,而是一座综合潮流商场,涉谷Paco。 这间商场刚刚开业两年,但是在日潮爱好者的群体里面可是知名度极高的。 涉谷本来就是东京年轻人的聚集地,涉谷Paco就在涉谷的核心地段。 入住的品牌可以说也是完全面向东京年轻人的喜好。 那这间商场为什么好逛?有哪些品牌的店铺不能错过呢?一起来跟我看看吧。 这间商场经常会有特别的潮流活动,今天就赶上了米老鼠生日的特别活动。 一进门就看到了经典的日本品牌Porter Classic的pop-up store,与米奇独家合作。 这个品牌是可以说顶级的日式匠人制作的设计服饰,父子主理人也是非常的帅。 我下次会去专门拍摄下Porter Classic的店铺。 穿过很多的奢侈品店,一楼还有一家,就是我之前探店的新开元素旗舰店的Human Made。 不过那一家比较远,涉谷Paco这一家每次来逛就方便很多了呀。 Human Made这个品牌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小饰品或者家居杂货。 口罩、杯垫、零钱罐,简直就是潮流版的一家呀。 甚至还有联名的清酒可以买,价格也不贵。 今天是周六,主打上新的款式都是秋冬户外相关的单品,挤满了年轻人,人气是真的旺。 来到二楼呢,另一家我路过一定会来逛逛的店铺,就是北面紫标。 户外露营现在是风靡日本年轻人,带动这个经典的户外品牌,人气旺的不行。 紫标主打复古户外风格,羽绒服的面料呢,都可以设计成灯芯绒的。 到了这个季节,店内陈列的都是棉衣棉帽,有兴趣的可以翻下我上期的紫标探店视频,有更详细的讲解。 今天主要是介绍一下逛商场,就不细说啦。 再往上走,就可以体验到涉谷Paco一站式逛日潮的好处,马上就可以看到大名鼎鼎的Vswim。 看到中村世纪巨幅的搞笑海报,你一定知道自己没有走错。 借着商场周六超旺的人气,Vswim也在举办特别的蓝染工艺制品的特别展示活动。 来看看这件毛衣的做旧工艺,如何?是不是挺自然的? 店铺里面普通陈列的秋冬新品也不少,这件水滴秀的M65,可是经典,每年一出来就会被抢光。 这里居然还有一件现货,我来试试,哎呀,Vswim这版型是真的好看,试了就不舍得拖。 还好我看了下架签后,马上恢复了理智。 再往上逛,还有很多户外休闲区,超人气的任天堂和卡普空的周边品商店,逛累了可以喝杯咖啡,俯瞰一下整个涉谷。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,聊到这里,兄弟们来东京玩,优先逛哪家商场,相信不用我再多说了,都懂了。 顺便说下,情报员现在基本每周六都有做东京逛电的直播,上周直播就是在涉谷的PACO,喜欢云逛的兄弟们记得点一个关注哦。